2020年11月年仅16岁的艺人贺峻林被独自滞留机场 背后原因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公司助理忘了他的存在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贺峻林第一次遭受如此待遇 早在2019年他就被拍到孤零零的拖着四个箱子 在高铁站艰难前行 而本应跟着他的助理却因工作失职 没能跟上艺人 所以15岁的贺峻林才需要身兼数职 然而他的默默隐忍却成了公司变本加厉的借口 在继高铁独行机场滞留后 公司又为他制定了新的套餐 2021年3月有媒体爆出时代少年团出行时 公司给另外6名成员以及工作人员都买了商务舱 唯独给贺峻林买了经济舱 且周围没有助理排同 瞬间引起一片哗然 事后局现场粉丝爆料 随行的工作人员原本要将团内排名125的成员安排一架飞机 3467另外一架 然而在买票的时候他们优先给自己选了座位 轮到一人时发现商务舱的机票已经不够 所以排名最后的贺峻林又一次成了被舍弃的对象 总有人说身为最后一名不被重视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但贺峻林遭受的已不只是不被重视 而是尊严的践踏 时代风俊可曾想过被他们随意轻视的孩子 在家里也是备受宠爱 2004年贺峻林出生于四川成都 有老乡曾透露 贺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 而和妈妈娘家很有钱 如今自己开店经商 虽说真实情况外人无从知晓 但从贺峻林透露的细致末节来看 贺家的氛围十分温馨 青年文摘采访贺峻林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能像电影李幻音那样穿越回去 那他最想出现在父母的哪个时期 贺峻林的回答是活在当下就好 因为他和家人相处得非常好 现在的状态就是他向往的 如果一定要有 那就是回到父母相识的春夕路 他们总说是在这里买汉堡认识的 贺峻林想一探究竟 但在浪漫的表象下 贺妈妈还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时代少年团贺峻林的妈妈 曾是马天宇成都后援会会长 而他又用一个贺峻林为追星女孩 撰写了一篇追星范文 贺峻林早在小屁孩时期 就跟着妈妈出席各种线下 见面会 应援会 还被马天宇抱过 因此也留下了他人生中最想删除的一幕 只见小小一只的贺峻林 在大人的指挥下 出上台把礼物送给马天宇 并发表了一堆感言 一番慷慨将演讲后 还不忘偷见马天宇一口 当时马天宇只觉得这个孩子十分可爱 万万没想到 他将来会成为自己的后辈 而一切都要从那场偶遇说起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贺峻林 某天在路上被一个星探盯上 对方见他样貌轻松 于是一路跟到了他家 和妈妈跟星探商量一顿后 贺峻林就被送到了公司训练 然而进入公司后 贺峻林第一次知道 有些是努力不一定成功 2018年7月19时 时代冯俊的二代团成员 将一笔拼形式赢得出到位 然而公司在没有提前说明的情况下 内定了五位选手 贺峻林跟其他成员直接被遣送回家 对于他而言 这个结果早在预料之中 虽然只有14岁 但前一天工作人员来抱他时 他就猜到了结局 可最终公司逆势而为 组成了团猝不及防地走向了下坡路 于是一个电话把贺峻林叫了回来 最终他以第七名的成绩 夺下了最后一个出道位 贺峻林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一个故事就可以概括 早前TF家族的一次月考PK 贺峻林所在的队伍派出了贺峻林 舞蹈老师当即环顾四周 最后说了一句话 让贺峻林上你们队赢定了 毕竟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唱歌有圆轩 跳舞有心意 全能是小贺 2021年7月一段扣人心弦的舞蹈 在网上流出 视频中的贺峻林正在回舞着动作 谁知胸前的衣服突然崩开 只见他触遍不禁的调整好状态 随后演绎立出别开生面的猎衣舞 动作却没有受到丝毫干扰 事实上贺峻林在舞蹈上的天赋 刚入团时便被舞蹈老师挖掘 当时老师奉劝他把精力都放在舞蹈上 声乐可以一笔带过 但贺峻林偏不听 在往往是声乐舞蹈两边跑 这个小少年告诉别人 他的偶像是陆寒 这就意味着他努力的方向 将会是中国最耀眼的舞台 经历无数个日夜的折服后 贺峻林的出圈之作疯鸟横空出世 他张嘴的那一刻现场只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少年的歌唱 一种是粉丝的呐喊 之后的贺峻林学习rap 学习作曲学习演戏 再朝着更好的未来进发 一向不苟言笑的李飞也对他发表过高度赞誉 称其是二代团里最具有偶像特质的人 你看公司明明什么都懂 却什么都不给他 所信这个世界会有偏心就会有偏爱 在旁观哲学亮的目光中贺峻林就不再是相边人物 一直集体舞视频一大半评论都在夸他 而跟他颇有缘分的马天宇 更直接推荐他在电视剧量生里 饰演了自己的小时候 贺峻林的未来有的不只是可期 我赌他会逆风翻盘